高雄市政府31日在中游高雄炼油厂及国昌国中办理明安8号演习综合实作演练 市场陈其迈到场观看实作演练时表示 对于两岸情势日趋紧张 虽然台湾从不主动挑起争端 但面对捍卫主前一刻也不能松懈 必须做好完整的准备 面对国家主权的威胁 我们一刻都不能松懈 必须做好完整的准备 也有鉴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高雄市政府在接获国防部指示之后 以扩大参与积极整备 实境演练为三大核心的目标 将演习的情境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是平时 一个是暂时 在战争发生前的平时阶段 因应国家进入紧急的状态 政府在强化民生物资的准备 安定民心 以及当重大空难发生的时候 中央部会与地方政府的联合救灾工作 也另外在我们高雄市常常见到的天灾来袭时 如何应用灾防的警告系统 提醒民众预作防灾避灾的准备 这次新增遭受武力攻击的暂时阶段演练 面对建筑物倒塌 维生设施及道路破坏等情况 我想在今天的演习科目里面 所有的演习团队 所有的好朋友 所展现的平时救灾的熟练 跟救灾的精准到位 都令人十分的佩服跟感谢 我们这一次增加的是 在遭受武力攻击的暂时阶段 我们也看到面对建筑物的倒塌 维生设备 道路破坏 工业管线 毒害物质等等 这些灾害 国军除了已经投入整个作战部署 无多余的能量来支援救灾时 地方政府怎么样能够跟附近的县市 或者是各级的单位 动员民房团队 志工团体等等 如何整合救灾 消防局指出 这次演习动员机具人力 为历年之罪 共88辆各式救灾车辆 直升机 智慧无人机等 总计161车 超过1600人次参与民安8号演习 充分整合政府及民间资源 发挥最佳救灾能量 2.0.2G中介 正确